9月16号凌晨 苹果举办了近10年来的首次线上球机发布会 虽然没有带了iPhone 12 但是最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6 支持了血氧检测功能 从心率监测到心电图 再到摔倒检测和环境音量检测 Apple Watch在健康监控方面又埋出了一步 当然国内的厂商也不该落后 24号OPPO就发布了国内首款支持ECG的智能手表 和Apple Watch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 而早在OPPO之前 国内的其他厂商也早就推出了可穿戴式的心电监护仪 为什么穿戴设备厂商都热衷于这些功能 这些名词我们在可穿戴设备上经常听到 那么这些功能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可以帮我们了解怎么样的身体状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双俊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你经常见到的可能还有些陌生的 血氧心率和心电背后的奥秘 记得三两本视频点赞收藏投资 第一个咱们先来这次Series 6上新加的血氧饱和度 想要知道如何检测血氧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血氧它是什么 每一次呼吸新鲜的空气通过鼻子进入肺部 然后到达肺泡 通过气体的扩散作用 一个脱氧血红蛋白捕获四个氧分子 变成氧和血红蛋白 最终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 为人体的各个部分提供氧气 检测血氧就是检测血氧饱和度 指氧和血红蛋白在全部血红蛋白中的占比 我们都知道动脉血和静脉血相比 动脉血更加鲜红一些 而静脉血偏于暗红 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氧和血红蛋白 释放出氧分子之后变成脱氧血红蛋白 从而改变了吸收的光谱 显示出了暗红色 这个特征就给了无创的血氧检测带来了可能 通过血液吸收的光线来判断血氧饱和度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得到两种血红蛋白的吸收光谱 蓝色就是脱氧血红蛋白 相比氧和血红蛋白脱氧血红蛋白对600到700纳米波长的红光吸收能力要更强 而氧和血红蛋白对900到980纳米的红外光更加敏感 为了检测的精准 应该选择对应光线吸收峰值的位置 并避开吸收率相近的波段 所以红光选择660纳米 红外光选择940纳米 那么检测血液对这两个波段光线的吸收率 就可以判断出血氧饱和度了 图中是常见的指甲式光电传感器 通过在手指的一段发射660纳米的红光和940纳米的红外光 并在另外一段光感受器检测透过手指的光谱 就可以计算出含氧红细胞的比例 接触到的红外信号越弱 说明含氧量越高 血氧指数也就越好 但是Apple Watch和其他穿戴设备并没有另外一段可以用 手腕里的骨头也会阻挡光线穿过 那怎么办呢 刚刚我们说过 脱氧血红蛋白对660纳米的光线吸收能力更强 相对的就会反射940纳米的红外光反射易燃 同样通过两个波段的光线对皮肤进行照射 并检测反射光的波段 自然也可以测得血氧饱和度了 不过因为肉体是可以透过光线的 反射的光线并不多 一般需要15秒左右进行检测 并且由于发光元气件和光电二极管距离很近 需要紧贴皮肤才可以检测 如果存在缝隙或者手臂存在运动 都可能会导致检测失败 所以目前的可穿戴设备 血氧检测都不能够实现实时的连续的检测 检测都需要手腕平放静止一段时间才行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键的了 为什么可穿戴设备都在努力加入血氧检测呢 这个指数究竟意味着什么 血氧代表了血液之中养合血红蛋白的百分比 一般情况下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 应该是在95%到100%之间 低于95%就属于低血氧症 在人员拥挤的房间高原地区等情况下 你会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头痛 这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缺氧了 而低于90%就属于严重缺氧 就急需治疗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氧饱和度降低呢 睡觉 在睡觉的时候由于肌肉放松 某些人群喉咙附近的软组织会因为松弛造成上呼吸道阻塞 呼吸道收窄导致呼吸暂停 这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这个病症相对明显的表现就是 大寒打呼噜 这个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每天约有3000人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死亡 而每五个打呼噜的人中就有一个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这个病症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他只发生在睡觉的时候 自己几乎无法发现 但是如果你一觉起来依然感觉疲惫不堪 注意力下降 并且在白天依旧容易打瞌睡 甚至出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那你就需要注意了 很可能你就患上这个综合症 所以血氧检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有了支持血氧检测的可穿戴设备就可以在家自行检测 而睡眠的时候手臂刚好相对静止 所以也基本无需担心检测的问题 除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对于哮喘 糖尿病 心脏病 以及呼吸疾病等这类患者 血氧的体征也非常重要 在当下 血氧检测对另一个病症的自检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就是新冠 根据我国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血氧低于93%就属于重症患者 而得了新冠的患者 血氧并非突然降低 而是在患病的过程之中逐渐降低的 这就导致很多患者实际已经是低血氧症了 但是他自己可能还并没有感受到异常 当然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但是在国外 尤其是某些国家 疫情仍然还处在疯狂扮演的阶段 且医疗系统的支撑能力已经接近崩溃 许多患者只能居家隔离 这个时候自己有个小的血氧监测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下一个心率检测 其实手环的心率检测和血氧的原理基本一致 PPG 光电溶机 脉搏波瞄技法 通过之前吸收的光谱可知 两种绣红蛋白对绿光有很好的吸收作用 所以检测的方式就是通过给皮肤照射绿光 由于皮肤和肌肉对绿光的吸收是恒定的 而血液会随着心脏的跳动出现周期性的变化 所以光电二极管收到的反射光也会呈现周期性变化 而这个变化的频率就是脉搏了 对于可穿戴设备 心率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健身 健身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 有氧运动有助于减肥 无氧运动有助于增肌 一般情况下 有氧运动的心率大概在60%到80%左右 超过85%左右 总是无氧运动 这就是很多健身设备自带心率检测的原因之一 通过心率你可以精准地判断自己的运动强度 运动状态 当然心率最大的作用或许还是救命 2017年的时候 Apple Watch就通过叫醒穿戴者 并提醒他心率异常 建议就医 虽然随后的就诊并未检测出心率异常 但血检发现了异常的心肌酶指数 最终确诊了心肌梗塞 这样的新闻国内手画手表也有很多 很多时候心率的问题 我们自身可能感知不到 甚至发生在睡眠之中 这就像是新闻里的患者 如果未能及时发现治疗 他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2018年世卫组织公布的 全球前十死亡原因里面 缺血性心脏病位列第一 而过去的15年 心脏病也一直是全球的主要死亡原因 但是问题来了 早博 心颤 心率不齐 等等心脏问题 并不能通过心率反应出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 ECG 心电图来监测体证了 简单来说 心脏跳动的原因是 豆芳节发生节律性动作电位 电位传导致心肌细胞 心肌细胞产生兴奋 形成了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 这些电信号并不会在心脏全部消失 会有一些微弱的电信号传导至人体体表 通过在人体体表布置电极 收集这些信号并转换成图像 就是心电图了 由于身体不同的部位 电信号的强度和精度都不相同 同时采集点越多 数据越多 自然结果也就会越精准 医学上一般是12岛连 共10个电极进行监测 通过12岛连心电图 医生就可以判断出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心包炎 低甲血症 高血压等等疾病 尤其是各种类型的冠心病 心电图可以快速确诊 极大的增加了患者的存活率 但是医用的心电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就是它不够便携 太重太大了 很多情况下 心脏的问题只有在发生时 才能够检测到 反倒是看病的时候没有问题了 比如心脏传导组织 部分患者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生 而白天一线正常 不过Apple Watch等可存在设备 是单导连心电图 距离医用级别还有着比较大的距离 并不一定能够检测出心脏传导组织症 根据Apple Watch在FDA的许可中所写 FDA表示 Apple Watch检测的心电图 仅可用于区分正常的 痘性心率和逆常的防颤 但是这已经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常见的高血压 冠心病 心脏半膜病等等疾病 都伴随着异常的防颤 这个时候可穿戴设备 或许真的可以救人一命了 不过在中国 因为医疗相关的器械 需要通过CFDA的批准 才能够正式上市 所以Apple Watch的心电图 无法在中国使用 但是国内厂商也看到了这个重要性 POPO就在最近带来了ECG的手表 可以进行辅助性的心电监测 2012年古贵已经发布 这一年被称作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原点 随后各大厂商中小企业接连入城 智能可穿戴设备开始百花齐放 但是最终单调的功能都没有吸引消费者 可穿戴设备的缺点就是 它没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功能 存活下来的厂商纷纷寻找到了 一个共同的突破点 那就是医疗健康 而这或许是可穿戴设备 最应该做到的事 可预见的未来可穿戴设备 或许能够支持更多更精准的检测 非常及时提醒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并且帮助我们拨打出那个最救命的电话 科技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OK 本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心力 熏电 血氧这三个 你可能都比较了解了 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 选择合适自己的设备 OK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博物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色频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